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内蒙古巴雁闹尔北部的草原 由于常年刚喊少雨风沙较大 有时就算到了夏季 还是直迟独见绿草地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连队叫干七茅都边防连 这干七茅都在蒙云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一棵树 这里这个环境比较偏远 这个信息地上 比如最近的城镇乌拉托中起 有130多公里 干七茅都边防连右脚边防四连 隶属内蒙古巴雁闹尔军分区某边防团 主人公王慧娟的丈夫财孝 就是这个连的连长 听说财连长正在边防线上巡逻 我们决定去看看 眼前这位帅气的小伙子就是财孝 今年30岁 几零 00年以前我听他们说 听我们的老战士说 他住了执行点住了三年 这三年他没见过一个女同志 财连长介绍说 这边防20公里以内都没有牧民 边防官兵们的生活十分单调 因为当时我们念书的时候 或者毕业的条件都是不错的 一来到这块 当时是手机没信号 在这个年代 手机没信号的条件下 可以想象到多么艰苦 但是现在其实挺有压力的 到这后之后 直到遇到我家属 2008年 财孝认识王辉军士 他还是广东海洋大学 中国艺术学院大色的学生 因为从小崇拜军人 所以热心的同学介绍他 认识了边防军人财孝 有一年春晚 一个小品叫军少上岛 他看完这个小品之后 他主动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军员真不容易 我跟他说 我说军员是不容易 但军少更难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俩是进一步交往的 那年暑假 王辉军怀着激动的心情 不远万里辗转 来到了边防四连 来看望他心目中 崇拜的军人财孝 很快 与大学生来边关军营 相近的故事 在整个边防部队都传开了 像市级的包头了 胡适了 他春节晚会了 他都上过跟航红 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 去香港演出 还厉害的当时是 本来他应该有更大的舞台 但没想到为了我这个边防军员 放弃了他 我非常感谢他 采访时得知 财孝的妻子王辉军 今天在北部的边防之经典 慰问演出 我们立即前往 我看已经开始了 对对对 你听 这就是慧绝嫂子在唱歌 她的歌声很特别 有特点 就跟那个讨厌的版本一样 正在演唱的演员 就是王慧绢 今年27岁 她所在的乌兰木齐演出队 除了她之外都是猛族人 因为受她的影响 演出队经常收入边防一线 给边防官兵慰问演出 因为平常我们在这里 只有五少兵能够见到人 不太容易 很长时间可能她能见到几个人 嫂子能够来专门为我们真心点演出 还有这些老师们一起 我们特别荣幸 特别高兴 由于受慧绢嫂子的薰陶 自连着业余文化生活 在整个边防团都是响当当的 边防官兵的艺术才能 也都被调动了起来 在那边上说整边就去边防兵 她说我有名 她们高兵又运力 她们自由自在复仇 在那边的草原里 哦 可爱的边防兵 哦 可爱的边防兵 完了我就是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劲 军人的那股劲 喜欢那身军装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她不在 她出群雾去了 完了当时我就等啊等啊 到了半点的时候她回来了 骑着马跟他们的战友们 直轻回来了 那个当时感觉 她高大威武的 特别特别的帅气 她心碰碰跳了 哦 一下子就动心了 就是那一瞬间的声 我感觉 点关追忍的一个威武的形象 对对对 就好像扎根在我心里了 由于王慧娟的专业知识深厚 演唱功底扎实 早在大学毕业前夕 就成功举办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目中 成为艺术殿堂的行星 对她来说 只是迟早的事 当初一心想嫁给军人的王慧娟并不知道 所谓一名军嫂 她将来要面临怎样的牺牲 其实每个学艺术的人心当中 都有一个明星的梦 我也不例外 我也有过 因为需要站岗放哨 有一位哨兵 无法坚持看完所有的演出 王慧娟决定 专门到岗哨上 给这位哨兵演唱一曲 几年前王慧娟做梦也没有想到 她的舞台会是在这里 没有耀眼的灯光 没有绚丽的舞美 有的只是她心中饱含的深情 按照今天的演出计划 王慧娟他们还要赶往 几十公里外的一个牧场 王慧娟说像这样的演出都属于一眼 没有人员保障 一切设施都需要演员们自己动手准备 能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看演出 牧民们都很开心 所以专门换上了节日的圣状 今天演出队的观众 只有这一户牧民 因为牧场之间相隔很远 牧民们很难集中 演出队经常要从一个牧场 辗转到另一个牧场 草原正的天气很奇特 每到下午就会呱吉大风 王慧娟和队员们的演出服都比较单薄 所以冻得有些瑟瑟发抖 牧民们很远就会呱吉大风 演出结束后 热情的牧民在蒙古包里 为演员们准备了奶茶 原来这户牧民跟王慧娟还有着特殊的关系 花日阿姨的女婿就是兵房四连的司务长 那十一年前 王慧娟在连队帮助的时候 得知已经三十岁的司务长还没有谈对象 于是他心里很着急 后来他在给牧民演出时 认识了花日的女儿齐和乐 姑娘的勤劳和善良让王慧娟看在了眼里 便给他们牵起了红线 感谢我们汇卷 恐过汇卷才有这么好女婿 全有家居将绿色产业链带到了您的身边 全新为您打造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 绿色全有 温馨世界 虽然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 演出队的演出任务却并不轻松 平时除了给牧民和兵房军人演出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主要任务 就是配合当地政府 把桃园文化传播给青海参观或旅游的客人们 给牧民和兵房军人演出之外 给牧民和兵房军人演出之外 这里就是王奎娟工作的地方 演出之外 她总是努力把基本工作扎实 我觉得她的音色非常好 音域非常地宽 平时排练好 什么的 她就是仿佛 又做一点优点唱 特认真 同事们提起王奎娟 总是替她感到惋惜 2008年王奎娟 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后不久 便接到乌克兰古力音乐学院的 研究生路去通知书 继续到更高的艺术殿堂深造 是她梦寐以求的愿望 但是为了自己的爱情 王奎娟义无反顾地 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她如果要是在大城市 给她个大舞台 肯定是一个明显的味 真的 她具备这个显示 艺术的角度上看的话 其实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但是为了老公 为了家庭 这个女的很了不起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真的 工作上风风火火的王奎娟 生活中却很平淡 除了工作以外 王奎娟最喜欢待在家里 两年前 王奎娟租住了这套房子 拥有了自己临时的小家 这是我历年来的一些演出照 那时候比较瘦 特别瘦 比现在瘦好多 特别好 2010年王奎娟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期间 深得导师器重 专门挽留她在北京 发展自己的事业 当时因为心系远在边关的丈夫 王奎娟再次放弃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这是文化节奏在当地比较大的一个 对 舞台跟舞台之间的那种落差 还有学习的那种氛围 都不一样 都差好多 对 这是你家里的钢琴 这是我家里做的钢琴 真漂亮 一看就是一个艺术比较 这上面是我的奖状 奖状奖杯 是我以前比赛的时候得的 如今王奎娟距离这些荣誉越来越遥远 为了陪伴丈夫 她放弃了自己本可能 辉煌灿烂的星光大道 她都能放弃了很多那种光彩 照人的生活 去到那边往边疆去 去守卫祖国 我就觉得 我又为什么不可以 为了她放弃什么 只要周末没有演出任务 王奎娟就去军营 看望丈夫和官兵们 这已经成为了她的生活习惯 而出发前 她总是要去超市 为老公和战士们挑选礼物 他们买点那个护手霜 他们经常冻的 哦对对 那就是她就是裂口的 买一个这个 有个兵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是吗 他买点巧克力 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这些小吃的 还喜欢奶茶 各个口味 还有来了一个新兵宋嘉诚 特别喜欢吃罐头 哎呀 罐头 买点罐头 喜欢吃桃子的 我来我来我来我吃 这带了点啥吃的 让连党这个回家吃咀嚼 你怎么知道你咀嚼 他最喜欢吃巧克力了 是吗 对 吃我们呢 倒点开水 别拿太多 别拿太多 不要想 不要想 给我留点 有这么一大帮兄弟 真的挺开心的 每次来了 他们都这么热情的 觉得 连长站都一样是吧 嗯 对 这儿就是一个大家庭 上次就我们家庭当中的一员 连长直勤还没有回来 正什么才不会错过跟嫂子拉家常的大好时光 有人趁机托嫂子介绍对象 还有人请嫂子知道唱歌的技巧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气息 气成丹田嘛 这是六菜 小的做饭相当好吃 非常对我们连带胃口 花样多 味道好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菜 拌这些粗凉面 要蒸出来 好嘞 放这里一蒸 对一蒸就可以了 好 那 告成 告成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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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给我呛两天 你去忙吧 我们也特别忙 要不我待两天就得走 好沉了 我来吧 我来吧 前些天去你们执行点演出了 我听到战众们输了 せ怎么非常高兴 我来吧 说你现在身道正在起床 所有理� точ犯职检查 所有理疗都不被冲轺 所有理疗都不被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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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理疗都不被冲软 是 嫂一组于在找 是 好 好 我要裕成 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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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大的军王就是 站在国家大志愿的舞台上 开属于我自己的音乐会 王慧娟说 他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星光大道 来到这偏远的草原 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他说 让梦想留在梦里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用自己的歌声 装点丈夫所在的 五十多公里的边防线 让那里的边防军人 每天都多一点快乐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张简纸原定中身 刀起刀落剑 有哪些动人的真心故事 结婚十年 十年求一 为爱求子的他 又有着怎样的心酸与坎坷 细腻的简纸 传递美丽 同时又凝聚了他对生活 怎样的坚持与感悟 和平年代 军找岁美军嫂系列节目 下期为您讲述 简纸情愿